我們一開集時 東江神津又慢 前面快的馬見面有玄風泰 來蘭有膽色 中間開心歡笑 外面洛容蓉 第五位紫色衣服 還有這隻鞍皮仔 在大外檔黃帽還有田園名區 後一搭的馬來蘭 東江神津中間日月輝華 南晚爪還有司馬蘭追 後面三隻 綠色衣服還有龍華太子 來蘭深滿意足 外面位置妙不可言 過了八百 洛容蓉帶頭 第二位外面有田園名區 第三位中間 玄風泰內蘭第四 有膽色外面還有紅帽 黃眼罩開心歡笑 大約第六位還有鞍皮仔 內蘭淺藍帽還有東江神津 在後面司馬蘭追 大面孤日月輝華 後面三隻龍華太子 深滿意足包尾就是妙不可言 轉過了四百米段駐入直路 洛容蓉田園名區 有膽色中間遇到這隻玄風泰 在外面追上來就是鞍皮仔 外面還有東江神津 後一點的馬 先見到日月輝華打衝鋒 最後二百米左右 洛容蓉先 但是有膽色已經將他趕過 中間位置就是玄風泰 鞍皮仔現在才踏著 外面還有日月輝華 接近終點了 有膽色贏馬 鞍皮仔第二 第三就是日月輝華 和洛容蓉相當接近 結果這隻有膽色 演出都很反覆 突然之間這場賽事 他真的突如其來 結果一檔 他贏馬 鞍皮仔第二 日月輝華 洛容蓉 哪隻第三呢 結果這隻有膽色 飛數夠硬正 我們說的是過關 馬寶 林昌就這麼硬正 回到十二倍 不過他贏 跑第二名 鞍皮仔第三呢 日月輝華 第四才是洛容蓉 六號、十號、三號和十一號 這場就選錯了 留意一下 十二檔是距離的 起步 東江神進 都是慣性的 好像喜歡坐一坐 又是慢了 另外就是那些心滿意足 也是在後面 前面走啊 以為也有很多馬場 哇 洛容蓉 十檔都可以這樣 慢慢掉進去 我自己問這場馬 我也算錯了 因為我覺得這場馬 會有袁豐泰田園名區的走 不是輪到洛容蓉 現在變成他帶頭 我已經算錯了 然後慢慢才殺上來 田園名區 然後那些 司馬蘭追也是應該在前面 結果他也留在外面 第三碟那些 第七、第八位那些 當我一算錯了 我坦白告訴你 應該不是我自己那些馬贏的 結果他真的有膽識 又貼著那些內欄的位置 又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 而且他進直路之前 他一直在等這個位置 一直在田園名區 和洛容蓉中間的位置 好像都明知實有 進直路了 你看看那隻黃帽綠色衣服 潘頓都開邊揮邊打下去 都是有限公司 因為其實雖然說 好像剛才直路組一段 欣皮仔 又有月輝炮在前面 我會有限公司 但是我會說 會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這兒 他會有限公司